哈囉,大家好,我是HoneyKaren來的第二個頻道 今天我們會為大家介紹在7月27號 星期五即將復刻的雙地獄集 分別是我們霓猴以及我們的拿姆 那這兩張卡片都屬於舊時代的地獄集卡片了 所以實用層面可能不是那麼好 意思是他們有可能是倉管 對,那這張卡片拿姆呢 它CD8一盒之內火屬性攻擊力只有1.5倍 並且有附加效果的時候7秒可以任意的排珠 好,我們來看一下排珠這效果 排珠這效果說不定還用得到 不過呢,前提是你場面上有附加效果 這個附加效果可以是敵方的負面效果 或是你自己本身自帶的附加效果 都可以讓我們拿姆可以排珠 然後火屬性1.5倍增傷 在目前版本來講1.5倍增傷算是非常的低 而且它CD8算是太不實用了 所以這張卡片也不建議刷 那如果說你要排珠的話 其實孫小美啦或是很多很多火妹 其實都可以排珠在 應該也不會想要用拿姆來去做一個隊員的使用 不過它唯一亮點在於它是魔族 說不定你這個版本 比如說你抽到幽主或者是你抽到飛影 沒有隊員真的太缺了 你是剛回鍋或是剛玩神魔之塔的玩家的話 說不定你可以拿拿姆當作這一次大獎的隊員之一 好接下來呢我們第二張卡片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霓猴 這張卡片是獸隊算是中等威力的增傷 它有暗屬性以及獸隊的2.5倍增傷 並且所有成員無視屬性相克 那它的2.5倍增傷是給暗隊或是獸隊使用的 暗隊不建議放它做增傷 為什麼呢?因為它附帶一個效果是無視屬性相克 那暗隊唯一的相克屬性只有光屬性 那光屬性對於暗隊來講算是一個增傷的效果 那如果說你今天無視掉這個屬性相克的話 那1.5倍的增傷就被取代掉了 所以不太建議在暗隊、純暗隊中放下霓猴作為增傷 那它比較大用途是放在獸隊裡面 那組魂那個混色 混色的獸隊的話說不定會用得上它 那有些盾牌比如說 相克屬性才對它造成傷害 誒不對 如果說要能夠不被克屬的話 可以用上霓猴 對那這張卡片呢 在獸隊來講說不定才用得上它 然後CD8也是有點過長了 所以大部分它的時間 它應該也是在倉庫做打掃的一個工作 好啦以上就是這兩張卡片啦 那如果大家想要接收到第一手的地獄集分信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訂閱和按鈕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鈴鐺 讓我收看阿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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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